上门女婿拒绝寻欢惨遭夺挡 本想故地重游寻旧爱 没想到康糟之妻早已变冤死亡 日夜等待她回乡伺机复仇 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故事叫黑发 家徒四地的破酒毛屋里 女人正在没日没夜的支配 无所事事的年轻武师却一脸嫌弃 不仅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甚至还狠心将气抛弃 依心谋划着自己做权贵坠学的美好欢迎 妻子跪地苦苦挽留 可男人却带着家中所有财务扬长而去 相亲见面会上 豪门贵妇一眼就相中了魁梧男人 从此她过散了梦寐以求的富家生活 虽然生活质量直线上升 但新妻子娇生惯养的性格 着实让人恶心 女人外出游玩皮类嬉洗时 她还得跑到五公里以外的河边打洗脚水 不仅如此 家里的丫鬟也不把她当人看 只要一到晚上六点 就准时提醒她既无性男女之事 如果拒绝亲热 就会被对方行家法伺候 作为男人 她低声下气毫无尊严 在这里她不是男主人 更像是一条卑躬屈膝的看门狗 久而久之 男人心生厌恶 反而更加思念家中的温柔贤妻 想到自己当初的薄情寡义 她懊悔不已 她多么希望能回到家中 与日思夜想的前妻长相厮守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武士决定重回前妻身边赎罪 可是重回故里已是午夜时分 看着杂草丛生的自家庭院 满腔激情瞬间灰飞烟灭 本认为妻子早已改嫁 没想到刚穿过破败走廊 一丝亮光就映入了眼帘 男人欣喜地推闷而入 发现这里一如从前 女人依旧在疯狂之路 看到丈夫回家 她热烈盈眶 男人则双膝跪地 不停忏悔自己过去的恶行 同情达理的妻子并没有追究 而是轻轻地依偎在男人怀里 享受着小鸟依人的短暂幸福 男人沉浸式地感受着每一寸肌肤 他一边抚摸妻子的乌黑秀发 一边说着永结童心 再也不分开的肺腑之眼 可当他第二天傻笑的一觉醒来时 却发现周围结满了蜘蛛网 看着这难以置信的场景 男人就向叫醒身旁 妻子一问究竟 没想到他刚碰到对方一问 就惊慌地大叫起来 原来妻子早已变成了白发骷髅 再定睛看时 鬼一幕又再次发生 白发不仅变成了黑丝 而且还有了生命力 直接飞扑到了自己脸上 男人被头发一缠迅速摔了 头发也开始由黑变白慢慢脱露 而妻子的鬼发却无处不在 活活馋死了这个负心汉 第二个故事叫雪女 在日本的某个小山村里 有一老一小两个侨妇 他们每天都要到深山老林里砍柴 可这天回家的路上 一场暴风雪突然吸来 他们在风雪中艰难的行进 老人也因体力不知摔到在半山腰 男人无奈只好背着老人到茅草屋 暂住一晚 夜晚男人挣水的香甜 耳边却传来嘶嘶的喘息声 萌萌中他见到一个白衣女子 正朝老人脸上吹着凉气 不多时老乔夫就被吸成了一句干湿 男人被眼前一目惊呆 躺在原地一动不动 白衣女子转过身朝他缓缓走来 虽然他面色苍白 但眼睛却是明艳动人 还微笑着对男人说道 我本打算像对待老乔夫一样待你 但看你年轻英俊 不禁为你感到惋惜 我不会伤害你 如果你将今晚的事告诉别人 我一定会杀到你 说完便快步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后的男人天天卧床不起 过了大半年才彻底摆脱心里阴影 这天他依旧像往日一样去树林里砍柴 却在回家的路上 我遇到一位迷路的清秀少女 她叫雪子 肤白貌美婆娑美丽 男子看后也是怦然心动 两人一路相伴侃侃而谈 怜香惜玉的男人便把他带回家歇息 望着女人那鲜鲜语足 男人被迷得是神魂颠倒 母亲看出了一切 便让他在此住下 由于情同一合 两人私定终生喜结连理 婚后女人给侨夫生下三个小可爱 村民们也对他赞不绝口 还夸他拥有着西施龙颜 就连侨夫也时常忍不住偷望 看着烛光下正在忙碌的妻子 男人却陷了恍惚之中 一双冰冷眼睛 突然从脑中一闪而过 同时十年前那件可怕知识也涌上心头 这么多年 他一直藏在心底不敢言表 这时却忍不住告诉了妻子 还说他的眼睛和夕阳气的白衣女子很相似 此时的男人早已将当年承诺抛之脑后 还在不断感慨一针一换的陈年往事 妻子渐渐起身告诉他 那并不是梦 因为自己就是那个女子 此时外面突然下起暴雪 而学女也献出真身 质问男人为何不遵守当初约点 现在他违背了誓言 所以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学女准备夺走男人性命时 却被一旁熟睡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 他命令男人将三人抚养成人 若丝毫怠慢 便会立刻遭到报应 说完就光脚跑了出去 男人急忙取追 可对方早已消失在茫茫血液中 只有无间的悔恨泪水在脸上徘徊 第三个故事叫秦氏芳衣 据说很多年前 平时和原是两大武士集团 为了结束多年征战 在潭浦海域进行了最后决战 经过一番激战 平时死伤严重落荒而逃 最终要抢的黄飞不甘北赴 抱着年仅八岁的天皇头海自尽 所有女眷位表忠心 也陆续葬身邪海 七百年已过 这片海域只有苑灵徘徊 为了平息作祟亡魂 百姓专门在附近修建了一座寺庙 但毛骨悚然之事仍旧时常发生 方一是寺庙里刚来不久的盲人秦氏 由于其他僧人都已外出 寺中只剩他一人看守 为了排解心中恐惧 他只好抱起琵琶弹琴壮胆 这是一个满身盔甲的武师出现在面前 邀他为家中主人弹奏一曲 还交代他不许告知任何人 方一深感荣幸 便跟随对方来到大殿之上 第二天一早 师兄弟们发现方一神秘消失 很是纳闷 没想到傍晚他却幽灵般乍现房中 这晚方一又受邀来到宫殿之上弹奏 直到天亮他才魂不守舍回到寺庙 师兄弟们看到方一脸狼狈不停调侃 面对这些冷嘲热讽他从不放在心上 每晚依旧准时离开寺庙 不管天气多么恶劣 他都会按时赴约 这晚屋外风雨大作 电闪雷鸣 住持担心他出事 便暗中派人调查 两人提着灯笼一路尾随来到了墓地 可方一却突然没了影子 经过一番仔细搜查后 两人终于找到了方一的鞋子 这时风雨停息 面前却变成了烟雾缭绕的仙剑 方一正在大殿上尽兴地弹奏演唱 蒲海会战的曲子 满朝文武听到奏声都善然泪响 仿佛那场战役就发生在昨天 两人不停呼喊方一名字 最后竟在鬼火灵力的平射墓园 找到了他 此时的方一鬼迷心窍不舍离开 殊不知他正在为一群孤魂野鬼弹奏 还好两人声拉硬拽 将其带了回去 主持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告诫他远离鬼魂 否则杨兽就会消耗殆尽 方一幡然醒无贵求 助持相救 为了不让苑灵再次看到 主持就在方一全身写满心筋 并叮嘱他 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出声 当晚那名身披银色战甲的鬼舞师 又准时来到门前 而方一却原地打坐一动不动 他遵循着主持的忠告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一旦被发现 他就会被勾走魂魄而丧命 鬼舞师见四下无人便来到走廊寻找 这是浑身写满经文的方一 竟然变成了隐形呢 鬼舞师巡视了一圈无果后 只好私下漂浮空中的一对耳朵回去交差 即便如此方一也是一声不吭 第二天众人看到地上血迹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方一的耳朵上露下了经文才惨遭恶语 单位平时愿灵谈走之事 也成就了一段佳话 为此很多达官显贵 都争先邀请他登门谈走 而方一也成了人尽皆知的无耳寻事 第四个故事叫茶碗中 这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故事 当时一名侍卫口渴难耐 随手打了一碗水准备喝下时 却发现碗内出现了一个人 侍卫感觉很是奇怪 就将其倒掉重新咬了一碗 没想到此人却再次出现 侍卫很是生气直接摔掉了茶碗 可洗碗里的人影却更加清晰 还冲着他挑衅的笑了起来 侍卫没有理会一眼而近 晚上值班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角落 此人正是白天出现在茶碗中的男人 他说白天侍卫对他造成了伤害 可侍卫却表示自己并不认识他 说完就拔剑刺了过去 男人却幽灵般出现在侍卫身后 侍卫又刺了一刀 而男人却慢慢消失不见 值班结束后侍卫刚要休息 就听下人说有客人找他 侍卫出门查看 来访的三人声称家主登门拜访杯子 但养好商必定一切欢喜 侍卫不懈的拔剑刺去 三人神出鬼没的躲闪 就像之前的男人一样 一番恶战后 侍卫竟在院子里不停傻笑了起来 这个古老的故事写到这就没了后续 因为书桌前的作家已不知取向 家人也没有看到他外出 那他到底去了哪里呢 出版商登门拜访 却发现作家早已被困在水缸之中 电影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